透过镜头带你看美食 香烤脆皮猪在这位七年级生的手上 做出不同的变化 他从小出国念书 还在加拿大拿到了厨师证照 回台湾之后呢 想做不一样的料理 他结合自己中西合璧的背景 把港式的脆皮猪 用西式的香料调味 创造出全新口感 现在生意下下角 烤得热腾腾 外皮酥酥脆脆的猪五花 香喷喷出炉 这一整块烤到金黄诱人 外酥内嫩 光看就已经让人无法抵挡 一切下去就是酥脆咖嚼声 切成丁状的脆皮猪 混合风干小番茄 烤蒜泥拌一拌 再加入拖鞋面包 强气浓郁脆度一流 又不失猪肉滑润的脆皮猪三明治 澎湃上桌 皮很酥啊 肉有汁啊 里面有汁又有酥 所以那咬起来的感觉特别好啊 为了这块猪五花 主厨可是得大费周章 先在猪皮上切花 要切得刚好到皮的底层 之后才会腌得恰到好处 用橄榄油 迷迭香 盐 胡椒按摩一番 得腌上整整一天才能送入烤箱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它咬起来口感就脆脆的 然后就是说 蛮适合大众的口味 然后面包不会太硬 自制的汉堡肉间的香味四溢 这个富贵宝 除了汉堡肉是重点另外还有 起司直接用大火炙烧 让起司忍不住跳起舞来 多了微焦口感 夹进苹果片 让苹果汉堡肉 以及炙烧起司片完美融合 既能尝到肉的原味 又有蔬果增添清爽 让你每天吃也不会腻 有些猪肉弄得不好 好像都会有味道 有腥味它没有腥味 店里只有八个位置 排队人潮却络绎不绝 忙着出餐的老板Richard 是七年级生 从小出国念书 还在加拿大拿到了厨师证照 回台后就想做点不一样的料理 像是脆皮猪 就结合了他自己的背景 融合东西方的精神 类似港式的脆皮猪 不过是我们是用西式的香料 是米别香和胡椒盐 去腌制的然后包到三明治里面 有点中西合并的感觉 切下脆皮猪Richard还有新招 混合鸡胸肉再夹进番茄 起司做成鸡猪混合的三明治 而且整个三明治还要再送上炉火香煎 让口感更上层楼 不只能吃到滑嫩猪肉与有咬劲的鸡胸 面包也有煎烤后的香气与脆度 很像那个叉烧店里面那种脆皮的那个肉 然后满有口感的 学餐饮出身的老板不忘本 又加入自己创意 扎扎实实做出各样不取巧的料理 辱获所有抛客的心 东森财经新闻 汪窗欧林奇台北报道